大腿內側就是該兵業的地方 哈哈哈哈 這個扭力加速好爽喔 哈哈哈哈 你如果教我的名片 要趕緊你給我伺戰 還不想有出去 你如果沒有教我的名片 嘿嘿 你就給我訂閱嘛 你就會教我的名片了對不對 金手其他可以嗎 可以 但是要先適應一下它三缸扭力的爆發點 這個要小心 這個我先說的 好 對 我講錯了 太好了 親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今天來試這隻 是 最新款的一個Tracer YAMAHA的Tracer 900 我家裡本來就有一台 舊款的 然後這台是比較新的 那新的當然 我們今天就來 大概稍微來試駕一下 那這台車 電控上面 多了很多 那 它的 電控基本上 有TCS 就是防滑系統 有AVS 然後有動力可調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有快排 哈哈哈哈 它有快排耶 進檔快排,退檔沒有 然後 傳承著它 三缸的一個特性 就是扭力非常大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家的我試騎過了 我們家的我騎過了 所以我都知道 這台車原則上 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比較 休閒的車款 多公民車 裝個三箱啊 或者是箱子啊 後箱啊 就可以 載著家人啊 到處去 然後它的避震設計 本來就 吊吊本來就是一個比較軟 它的前叉非常軟 說真的 哈哈哈哈 那 前叉軟有個好趣 就是它很輕鬆 然後 車頭很輕 這個車頭輕到有一點 飄飄的 但是對於 都市騎乘的話 會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我們現在在 五指山這邊 大概的試一下齁 因為畢竟 這個是原廠胎 那 它的極限到底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我不太敢試 然後我剛剛有試了一個彎 稍微 吃深一點的話 好像磨到中柱了 就讓我有點猶豫的 就 它的傾腳 沒辦法吃得很深 所以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它 它當然的取向 並不是在於說 它能夠 呃 能夠 是個 傾腳能吃多深的一台車 這是我個人覺得啦 它是以一個 舒適取向的車 然後 扭力非常充沛 像我現在用三檔在騎齁 基本上 基本上 就要控制好了 要不然它會突然爆衝 然後 以它跟舊款的 比較的話 它 我覺得 它的剛性 比較好一點點 感覺齁 之前的那一台 我家那一台 我覺得 比較飄一點 它比較好一點 可是同樣的 它的 震動的感覺 也比較大一點點 就是 以舊款來講 舊款反而 比較不會震動那麼大 這是 這是我的感覺齁 我先說齁 這是我的 個人感受齁 但 它 跟別款車 我不比啦齁 我只是比說 它跟舊款的來講 然後 然後它 非常的靈活 輕巧 這個齁 很適合什麼 你知道嗎 長途旅行 真的 適合長途旅行齁 非常的輕鬆 然後 座椅 非常的 軟 然後 避震 舒適取向的齁 所以 我才說 它不是一個 讓你笑胚的車 它是一個 長途旅行 然後 休閒的一個 車款 它跟 MT09 雖然是 所謂的雙升車齁 可是它的 設定 調調完全不一樣 我們要來說一下它的煞車齁 我個人覺得 原則上都非常夠用的 真的 齁 非常 我覺得夠用了啦 就是 原則上沒什麼問題 太需要說 一定要去 改裝 其實 其實很多 差不多 公升級的車子 差不多的煞車都 都配的還蠻不錯的 除非你是一個非常極限在騎乘的人 哈哈哈哈 中煞進彎 哈哈 但這個車也不太適合中煞進彎 為什麼 因為它前叉真的蠻軟的 因為它舒適 它是為了要舒適取向 好 它的扭力加速好爽 哈哈哈哈 這個輪胎如果把它換成尖一點的 因為它這個 我看它原廠的胎 好像會 非常的頓 所以它的靈活性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換尖一點的胎 應該是不錯 然後 我們來試試看它 稍微 可以再極限一點點的騎乘 蠻爽的 欸 雖然它的車頭感覺 說真的啦 就是比一般的車款來講 是比較飄一點 因為它比較舒適取向 但是 彎中的穩定度還可以 那這種三缸車 YAMAHA的MT09系列 推捨這系列的三缸車 說真的 如果是新手的話 上來一定要先試一下它的扭力 它比一般的四缸車扭力 還要很快的到達 所以要稍微小心一點 所以我很常講說 要訓車訓車嘛 也訓人 這個車齁 其實就是 騎乘的姿勢呢 本身就是非常的舒適齁 那你要戰鬥的其他當然也可以 但是就是 騎法要有點不太一樣齁 要有點累滑開車的騎法 還蠻好玩的 呵呵呵 它那個 它那個坐高喔 感覺好像一開始你會覺得蠻高的齁 可是你坐上去 因為它的避震還蠻軟的 所以你可以 它會下沉的蠻多的 所以 它 兩隻腳我可以很 腳尖啊 可以很紮實的著地齁 這個 我169公分齁 所以這個倒是 可以不用擔心的 擋煞還蠻大的齁 這麼大也有一個好處 哈哈哈哈 我所謂的好處是指說 像這種 五指山這邊的下坡齁 它都是比較陡一點的齁 哈哈哈哈 擋煞可以幫助我不用煞車 哈哈哈哈 這是它的好處 這個聲音還蠻不錯的 真的 蠻好玩的 之前我試乘過那個 Tracer的齁 舊款的齁 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如果騎到 就是掛山鄉啦 如果騎到 蠻高的高速的情況之下齁 車身會稍微會搖 會搖晃 就是 它避震比較軟的原因 再加上山鄉 那 這台車還有什麼 加溫手把 哈哈哈哈 剛剛忘了說了 其實 冬天的話 會覺得蠻好用的 它有很多很多的操作介面 因為 這個車我今天才剛碰而已 所以 我就不做介紹 因為 我對它的很多的操作介面 還完全不熟 那我今天當然是 主要以 試乘感受為主 那我騎到現在來 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坐墊啊 我夾腳 大腿內側夾的地方 會覺得不舒服耶 就是 感覺它那個 修得不是很好 就硬硬的 可能我坐太前面吧 我坐後面也一樣啊 坐後面也沒辦法夾 沒辦法夾搖頭 好吧 就是 這個地方我覺得 還蠻不舒服 騎到現在 就 大腿內側就是 該兵業所在 哈哈哈哈 後煞車 AVS的介入 非常的明顯 然後 介入的情況 還蠻細膩的 還蠻順的 還蠻順的 那至於它的 車上的所有 其他的數據 什麼幾T馬力 多少扭力 哈哈哈哈 什麼車重啦 坐高啦 這個自己去查吧 那苦口多的是 我又不再做介紹了 那這個車 我推薦給大家 的 點是 你是一個 呃 有家庭 背景的人 譬如說 你要出門的時候 可能會載 老婆小孩 出去玩的 這個車 很適合 那平常的時候 你可以上商 來這邊 輕鬆的騎乘 然後 騎遠圖 它真的蠻適合的 坐後座也適合 因為 裝了三箱之後 後面的安全感 再加上又可以 裝很多很多的食物 所以它比較適合 類似 家 家庭 出油的用車 它通勤也蠻適合的 因為它輕 我覺得它輕巧啦 所以它是 看起來很大台 如果 你們家有女王 有後座的需求 這個車 比較適合 比MT09適合 因為它比MT09好騎啊 後座會比較舒服 而且又可以掛箱子 又不為火 那MT09都不行 最後齁 記得 你如果加那些我的名片 要記得你給我吃讚 再分享出去 啊你如果沒有加那些我的名片 嘿嘿 你就給我訂閱嘛 你就會加那些我的名片 對不對 再見 拜拜 拜拜